歡迎收看東網點評 我是莉絲 氣候暖化衝擊日本漁業 漁獲連續多年下降 臭稻魚、三文魚和海膽 近年來部獲量大減 日本專家估計這個情況將會延續 日本政府只是鼓勵漁民轉型 積極推動人工養殖 日本漁業團體對氣候變化極度擔憂 各地漁民都召開應對會議 探討這個影響生計課題 新加坡聯合早報引述日本媒體報道 日本農林水產部數據顯示 1984年日本漁民總捕獲量可達到1,150萬噸 但去年只有315萬噸 當局還指出 日本人最愛吃的一些魚種捕獲量銳減 例如是秋刀魚比10年前少了九成 日本飛羊魚少了八成 沙文魚少了六成 針對捕獲量減少 日本水產廳專家委員會分析 可以考慮的因素很多 但全球變暖導致海水溫度升高 以及洋流變化是一大原因 北海道是日本最大的漁場 當地大學聯合海洋研究機構的氣溫數據顯示 今年7月份 日本海北部和北海道東南部的海面溫度 比正常高出攝氏2至4度左右 氣溫性高帶來的赤潮災害 今年嚴重衝擊北海道東海岸大的漁村 當地漁民表示 打撓到的有一半以上是死魚 據報道 北海道面向太平洋沿岸 在9月發生大規模赤潮 已經造成大約27700萬條鮭魚 以及大約2700噸海膽死亡 北海道大學研究魚類生態的教授指出 魚類對水溫敏感 只要上升一度 就會影響到捕獲量 這個情況預計還會持續 因此魚業需要按照這個變化 去推動新的飲食文化 才能維持生計 專家在北海道一帶發現 由於氣溫變化的緣故 一些小見的魚種在近海增加 因時當地一些漁民也因勢而變 改佈其他魚種彌補損失 海洋溫度升高影響產量 迫使日本魚業必須積極走向 不受海洋氣溫影響的人工養殖 數據顯示 全球包括淡水的水產養殖產量 在過去20年內已經增加兩倍 超過種餘孽產量的50% 但日本目前只有20%是人工養殖 好了 節目時間到此 多謝收看